本视频由游戏机使用技术提供 很多人认为 时间犹如一条长河 平静且只会朝一个方向流淌 但我曾直面过时间 而我可以告诉你 他们都错了 时间实际上是暴风雨中 变幻莫测的海洋 这段源自于《十之沙》系列的名台词 完美诠释了三部曲的主题以及玩法 三部曲中的第一部 《波斯王子十之沙》 由玉碧蒙特利尔开发 于2003年11月6日发售 凭借着将3D平台跳跃 和时间控制完美结合的独特玩法 从众多同类游戏中脱颖而出 并在国内玩家的记忆中留下一席之地 游戏机使用技术总第139期 也使用了《波斯王子3》 《王者无双》作为封面 9月11日 玉碧刚刚公开了《波斯王子十之沙》 将推出重制版 本期怀旧玩家就来回顾这款经典作品 年纪大一些的玩家应该都知道 《石之沙》实际上并不是《波斯王子》的首作 《波斯王子》诞生于1989年 是一款面向PC端的横版动作游戏 以细腻真实的角色动作所著称 在技术上不发达的上世纪90年代 制作人乔丹·麦奇纳 通过对照真人影像 来逐瞻将其还原到游戏的角色身上 系列的首个三部曲 无论是角色还是剧情设定 都参照了阿拉伯民间故事集 《一千零一夜》 乔丹·麦奇纳的首款作品 是1984年的《空手道》 后来凭借着《波斯王子》一举成名 因此当玉璧获得这个IP后 想尝试让其重获新生时 他们想到的第一个人 便是这位王子之父 2001年 玉璧从经营不善的Learning Company出 购买到包括《波斯王子》 《神秘岛》在内的多个游戏IP 虽然手握IP 但玉璧却不能开发《波斯王子》的新作 因为其知识版权依旧归属于乔丹·麦奇纳 而此时的麦奇纳 因为《波斯王子》两款续作的失败而心灰意冷 对于开发游戏并不感兴趣 玉璧·蒙特林尔为了说服他 特意邀请麦奇纳前往工作室 并向他演示了一段真人动作捕捉的影像 这段影像勾起了麦奇纳的兴趣 玉璧也因此获得了版权持有者的允许 开始了《波斯王子》《石之沙》的开发 麦奇纳本人也参与到制作当中 负责了游戏的分镜、剧本和配音导演 虽然游戏标题为《波斯王子》 但实际上故事却发生在印度 剧情讲述 初上沙场的王子在反派维奇尔的蛊惑下 释放出威力巨大的石之沙 于是为了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 王子与印度公主法拉一起踏上了自我救赎的道路 关于本作还有一点鲜为人知的是 在最初版本里 《石之沙》其实并不存在 在最开始的设想中 包括王子和反派在内 游戏登场角色共有九位 每一位角色都代表着不同的势力 然而玉璧蒙特利尔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构想 在经过多次讨论并参考了诸多影视作品 诸如《卧虎藏龙》和《黑客帝国》后 开发组决定了新作的四大要素 记忆时间 整个游戏的故事发生在24小时内 杂技 角色能使用灵巧的空中动作来进行移动 战斗 战斗将会在游戏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以及回速 玩家可以回速 甚至是控制时间 在确定了核心玩法后 游戏的剧本也随之发生改变 为了让玩家能够名正言顺地控制时间 《时间匕首》和《十之杀》相继被引入到剧情当中 游戏的剧本才逐渐变成了我们现在熟知的版本 本作包括整个《十之杀》系列 都使用了预避自家开发的Jade引擎 这个与超越善恶主角同名的引擎擅长描绘细节部分 例如场景物品的光照以及角色衣服上的细微变化 这种特质被应用在了王子的动作衔接上 跳跃 避走 回避 攻击 王子的一切动作都显得行云流水 《控制时间》是本作区别于其他同类游戏的标志之一 除了是剧情的主题以外 玩家还可以将其用在探索和战斗上 回溯时间和时间静止是时间匕首的两大能力 前者可以让玩家在操作失误时能够起死回生 后者则能让玩家即便被敌人包围也能来去自如 玩弄动弹不得的敌人于鼓掌之上 熟练运用这两个能力 并且和王子矫健的伸手 穿越一个个机关重重危机四伏的场景 是本作的最大乐趣之一 玉碧蒙特利尔还花了不少心思 通过画面表现和音效来塑造出时间回溯与静止时的奇观 想必所有玩过游戏的玩家都还记得 第一次看到王子以及身边的万物 跟随着BGM一起时光导流时 自己所感受到的震撼 提到将攀爬与战斗结合起来的游戏 就不由得让人想起同是玉碧旗下的刺客信条系列 在波斯王子逐渐示威的同时 刺客信条却一步步成长为玉碧的主打游戏 这两个系列刚好代表了不同的世代 除了要素相似以外 无论是具体玩法还是剧情 两者都毫无相似之处 但实际上玩家们现在熟知的刺客 起源却是那位飞檐走壁的王子 波斯王子《石之沙》发售后 获得了来自媒体和玩家的一致好评 续作自然也是板上钉钉 首作的创意总监帕特里斯·德西莱特 成为了续作的制作人 《石之沙》的故事并不复杂 首尾呼应的情节使得本作的剧情非常完整 因此在最开始的设想中 续作将会是一款讲述全新故事的游戏 德西莱特根据十一世纪末期 创立了阿萨新派的哈桑·萨巴赫 构思出了全新的玩法 王子将成为苏丹 而玩家扮演的则是他的护卫 保护他不被刺客杀死 玉比高曾听了觉得创意不错 但并不适合波斯王子 于是德西莱特和《石之沙》的开发团队 不再负责续作开发 而是去负责另外一个全新的项目 这就是2007年发售的刺客信条 离波斯王子最后一款作品发售 已经过去了12年 在《石之沙》中拉开序幕的传奇故事 也早已在《亡者无双》中落下了帷幕 但就与游戏中的剧情一样 王子在结局里回到了过去 在一切悲剧发生之前拯救了公主 王子与公主的故事 也从那一刻起发生了变化 故事的结局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永别 重制版的公布 让玩家有机会回到过去 重温那个关于时间的故事 或许 在未来的某一天 《石之沙》的故事 也会以全新的面貌 展现在玩家面前 在那个变幻莫测的时间大海里 另一位王子和另一位公主 再次被时间联系在了一起 谱写出一段全新的传奇